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民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下《非暗老师》 网上有很多小伙伴都搞不清楚《非暗老师》的路子 有很多人其实还是很喜欢《非暗老师》的 《非暗老师》差不多一百万粉丝 也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女博主 而且头顶上选择是人民大学的副教授 那么好,在这么多人的关注之下 那《非暗老师》他到底是不是个所谓的公知呢? 公知这两个字,就是不管你现在承不承认 他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或者说在我们大家所认识的这么一种情况 他都已经是变味儿的 就是说不管你承不承认,也不管你喜不喜欢 反正公知这两个字,现在目前为止 他是变味儿的,那是肯定的 关于这个事,《非暗老师》前两天 还发了那么一个微头条 专门来说这个事 别人就说,他自己还表现得非常委屈 就说有些人觉得《非暗老师》好些天都没有说那种关于爱国方面的话题了 然后就觉得《非暗老师》好像你是一个所谓的公知吗? 说到这里我给大家发一张图片 就是有一个人,然后是问另外一个人的 至于这个图片是怎么到网上来的,我也不清楚 反正最后是被《非暗老师》自己转发了 另外一个博主就说 我觉得《非暗老师》他的所作所为所表达的观点 很像那个公知,怎么怎么样 他就问那个人《非暗老师》到底是不是个公知吗? 于是《非暗老师》自己的一个说法就是 就是之前,然后来我还经常发关于爱国方面的话题 于是大家也没有说我是公知 现在我说这个话题说的比较少了,关于爱国的话题 为什么我说的少呢? 那就是因为现在说这个爱国的话题 说的人太多了 说的人太多了,不就是随大流吗? 对不对? 而且现在到目前为止 说这个爱国这两个字 好像都有点那个蹭流量的嫌疑 所以说《非暗老师》自己好像是不走寻常路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走出自己的路,然后让别人去猜 关于这个问题 然后我这儿有一个《非暗老师》五六天前的那么一个微头条 由于《非暗老师》我也不是经常去看他的东西 我也没有就是每一条去关注他 把眼睛收回来以后就主要着重于解决国内的这种这样那样的问题 因为只有人民幸福了才有其他的一切 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呢 要着重于解决国内的这样那样的这个内部矛盾啊 这前面全都是对的呀 但是啊 后面就来了一句 千万不要护黑 护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你黑我 我又黑你 稍微有点实证这个知识 或者说经常上网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啊 我们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 处于这个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关键时期 而且啊 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是亲眼能够看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啊 从一个很雷弱的国家 然后逐渐变成这么一个很强盛的国家 而且啊 也就在我们可见的这个后面几年 用来衡量这个经济最重要的这个指标 就是GDP 马上就即将要呢 超过美国了 按之前的一个说法 就是购买力评价呢 我们都已经是超过美国的 但是呢 这方面啊 既然不是那个国际普遍的一个认知 那好了 我们都不拿这个当回事 对不对 我们就拿国际公认的这个GDP 这个数据来比 总之 我们现在这个做法就是 反正我们也不急 我们呢 就按照 对方的这个游戏规则啊 然后来比 就算你不管比哪样 所以说 在这种节骨眼上 其实美国是经常黑咱们 而咱们啊 主要呢 还忙于解释 压根就没有精力去黑别人 而且啊 事实上 就是目前的老美呢 就是相比我们的优势呢 在减小 但总的来讲 他的那个绝对实力呢 也是很强的 所以说呢 我们目前 我们也不想去招惹他 我们呢 也不想去激怒他 我们想的就是啊 不要惹脑他 也要维护我们的一个核心利益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逐步的度过这个相识阶段 所以说啊 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 都是啊 老美各种对我们的一个 花式谣言啊 然而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忙着这样辟谣 那样辟谣 今天你这么黑我了 然后呢 我又解释一下 然后明天你那个部门的那一个人 然后又做出 某种的那种出格的举动 然后呢 我们又发表一个声明 然后劝诫你啊 不要太过分 太过分了 要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 我们这么一切 只有招架之功 现在呢 已经有了一点还手之力 但是呢 我们都得省着用 我们基本上呢 还没有 就是展示那种比较强势的 这么一种能力的 所以说非安老师 这么一句话啊 对于网上我不知道 有很多不了解 非安老师的这种 我的这个说法啊 不知道你们是否能接受 非安老师 关注他的朋友们 或者说了解他的都知道 他作为那么一个 人民大学的副教授 自己的那个知识素养啊 是很高的 知识水平呢 也是很高的 你说他如果是无意的 或者说那种不经意的 那种经常说错 反正我是觉得啊 不太可能 说句真心话啊 不要说他那个 一百万的女博主了 就是我这么几万粉丝 其实我都特别真心 然后发那个作品啊 表达观点啊 我都非常的谨慎 还不说他那种 百万女博主 对不对 所以说作为这个非安老师的话啊 我是觉得呢 他身处高位啊 就是自己啊 好歹也是相当有知名度的 这么一个博主了 如果说他只是啊 表达不慎啊 或者说那种思想失误啊 这个完全就是没有必要的那种辩白 而且啊 他这样的行为 就是这样的言辞 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那个胡锡进啊 在整个头条上 他的那个发布的东西呢 也很多 而且呢 在这个事实过程中啊 他确确实实也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言论啊 也说的不对啊 遭到那个广大网友的一致打脸 关于胡锡进被打脸的事呢 可不止一次两次了 最近的就是什么 关于联想的事啊 关于那个咪咪眼的事件呢 所以说这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 老胡作为那么一个700多万粉丝的博主 而且啊 是之前一个总编辑 你如果仅仅用失误啊 或者说那种个人观点呢 用这样的观点来说 那个老胡的观点啊 我是觉得太偏颇了 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不了解像胡锡进老师这样的工资呢 那就是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像他们这样子的高知识分子们 他们发布的微头条 有相当的一部分 都是反映那种啊 民生问题 比如说什么医疗 小孩问题 小孩在学校里面 然后又遭到这样那样不公的待遇 或者说某某那种案子啊 又遭遇到了那种不公的待遇 还有比如说 男人和女人的话题 比如说某某女人 然后又遭到了那种什么 家暴男啊 然后又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在这些方方面面的那种发生啊 他就特别的容易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呢 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然而在这样的这个行为之下啊 他才有其他衍生出来那样 就是说不太正确的那种言论 但是啊 我们任何事儿 我们呢 还是得划分两头说 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他 确确实实 是个工资 但是啊 他在很多方面那种 比较正当的呀 比较那种正义的言论啊 我们当然呢 看到了该赞扬还是得赞扬 毕竟吧 作为这个和平年代 对不对 也许啊 像我们这么脑子一根筋的人 不一定很多 而像他们那样子 说的好听点是八面玲珑 对不对 油光水环的 对不对 像那个司马兰老师 最爱说的这句话就是 哇 什么油光水环的 就是你这里也 谈得上 那里好像也能说得上 就是你把 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弄得很好 油光水环的 但是啊 说的不好听的 你也就是什么 两面三刀嘛 说的不好听点的 也就是想左右逢源吧 所以说这个话 看怎么说 你要往好听里了说 那当然呢 个人能力强 然后方方面面 半事妥贴 八面玲珑的 对不对 然后处事林立 怎么怎么样 反正这个话怎么说了 你要说的不好听点的 那当然就是那样子 而回到工资 这两个字上了 可以说 就是那种什么 几句真话 假一句 那种失货 几句那种 很正的话 然后又假一句 很偏的话 这个啊 基本上 就是网上 特别特别多的 那种所谓工资们的 基本套路 因为啊 如果他全部都说那种假的 尽说那种让人一听啊 就完全上不得台面的那些话 那好 他的一个观点啊 他的整个人将彻底被所有人给否定 所以说呢 他们采用的那么一个策略啊 基本上都是那样子 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路子啊 这样的套路 才让那个啥 很多的那个互联网网民啊 大家完全就搞不懂他 你实在说的多了 然后呢 我再发个微头条 我现在这两天不想争了 对不对 不争吧 然后把这个一切交给别人去说吧 抱着那么一种与世物争的这种态度 给人一种非常的文艺小清新 小可爱 装可怜的那样子 但是啊 你说啊 网民他就吃这一套啊 就是这样吃 很多人才搞不清楚啊 所以说 好的朋友们啊 今天来说非安老师就说这么多了 因为说的再多 有些人呢 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 因为啊 当下一次他们看到那个啥的时候 也许啊 他们又忘了 因为他们光看到前面说的对的那一部分以后啊 他们就理所应当的就把这个话啊 就认为呢 全部都对了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微头条 前面说的明明很对 但是啊 后面夹这么一句 你说有多少人把这个话 能够把它理清出来说的 没几个 好的朋友们啊 今天安民的一个分享呢 就这些啊 如果你喜欢安民的视频呢 希望大家帮我点点关注点点赞 而且希望大家帮我的视频 都能拿一波强烈推荐 好谢谢大家